奥沙利文难度最大的147 特别特别准 高杆下来直接叫黑 白球没有出来 只有左侧红球还有机会 后斯诺 好球 火箭截止到现在已经是四年多 没打147 除了表演赛之外 具体原因就不用我多说 白球贴裤 推下来 好球 火箭好像之前说过 现在的减金 自己根本不愿意去冒险 近几年火箭好像放弃过好几次机会 可能对于大多数的球员来说 一辈子都很难打出钥匙起 因为难度太大 平时练球可能打出 当时在正常的比赛 首先你要赢下比赛 才能考虑到姚子齐这回事 目前红球的分布情况还行 只有右上方有一颗 难度超大 火箭打得特别快 49 再一次顶一下 对手在台下擦脸 可能是很紧张 一脸的汗 低杠一枯 之后下面这一刻 角度是稍微向上 64 推过来 但是火箭并没有用力 65 这是为了防止 红球是贴裤 其实从这一竿可以看出 火箭还是想打药子气 73 非常认真 蒋军虽然不多 但是这一次现场来了很多的好友 而且多数都是女性的朋友 全是美女 需要架肝 高杠脸酷 上来之后走的不够多 角度比较大这一刻 右赛 漂亮 太转了 关键是叫到黑球 下面还有一颗难度比较大 就是粉球左侧这一颗 K的比较正 红球角度向上 绕台的话至少需要四库 太牛板了 感觉现场的球迷也是非常非常激动 我是感觉火箭所有的147中 这一缸的147难度最大 但是火箭打起来特别轻松 所以说火箭只要想打 147的数量将会更多 用上了左手 特别特别的享受 背后的黑球竟然是秀干法 对于很多球员来说都是打得很谨慎 但是火箭看起来是真的真的轻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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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